住哪儿啊 等一下 进去看看 我说文大侠 就在这半个时辰之内 你看过五六家客栈了 你是不是在找专门等你的客栈啊 我文臭大侠明满江湖 江湖人物竭尽八戒之能事 是是是 就在这五天之内 前面都给你安排好了食宿 好吃好喝 也不花银子 我看这都是文大侠好大的面子啊 那是自然 我文大侠明满江湖 哎 你是不是想知道 八戒我们的人是谁啊 谁 那个人始终在我们前面 掌握着我们所有的行程 如果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出发 提前到下一站 来他个措手不及 那我们不就抓住那个人了吗 哎 对呀 那还不赶快走 客官 您就是文大侠吧 对啊 在下就是文臭大侠 阁下有何指教啊 我说吧 躲都躲不过去 谁让本公子在江湖上名气这么大呢 我刚进去办了点小事 差点错过文公子的大驾 真是该死 文大侠 毕店已经预备好了上房 请文大侠趋驾光临 对对对对 文大侠果然是性情中人 不过毕店为文大侠预备的可不是普通的上房啊 哦 那你告诉我怎么个不普通的上房啊 哦 这就是所谓的帝皇套房 比本公主的寝宫差远了 我觉得事情越来越蹊跷了 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 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哼 你这种话呀 就跟没说一样 废话 他们每个老板口径都一致 坚决否认向他们交代过什么 但我们每到一处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他们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 哎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跟个女人一样 想那么多干什么 船道桥头自然直嘛 他们安的什么心啊 我们早晚会知道的 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 哎 待会儿老板请我们俩吃饭 你呢 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够不着啊 你就站起来 明白没有 公主 我真是佩服你 好说好说 庄嬷嬷不在吗 你这个人啊 就是没心没肺 我累了 我想休息一会儿 老板 结账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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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啊 里边请 两位主天 喂 听说你们这有什么帝皇套房 是不是 帝皇套房 那不是一般人住的 你看我们两位爷 是一般人吗 不像一般人 那么就结了 开房 我是说两位不像什么特殊的人物 开不开房 开不开 客官 不是我不给两位开房啊 实在是这个帝皇套房三天前就已经有人订了 而且今天客人已经到了 让他们滚蛋 客官 我不敢的 订房的那位客官出钱比二位多得多 出手也比二位多得多 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两个更厉害的角色吗 看着 走 让开 让开 真奇怪 那个土护法怎么这么快就换了人了 那为什么 不知道 也许因为这里是御先帮的势力范围吧 咱们继续弄个明白 咱们先想个办法 插点线索再回来 走吧 好 公主 我去开一间房间 吃饭时间到了我再来叫你 今天不用再开房了吧 公主 我们现在地位不一样了 你是公子 我是奴仆 公子和奴仆是不能住在一块 这可是帝皇套房啊 老板来叫我们吃饭了 谁啊 请大侠开开门 有钥匙商量 有什么事 就在这说吧 这有两位客人想 想 我们想让你把帝皇套房让给我们 你知道帝皇套房多少钱吗 只要公子把房子让出来 多少钱不是问题 我们是老板特意请来的 老板现在轰你走了 不是我 先别动 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说不定这个谜底待会就煎响了 你要吗呢 好 那我的损失费怎么办 我赔你二百两 我要五百两 我答应 我又改主意了 要一千两 成交 我又改变主意了 你是在耍我们呀 又不是我呀 又不是 是你 一见飘红 是你们俩 你们俩 你一直跟着我们 滚 飘红兄 快进屋坐会儿吧 驸马 最近突然出现了大梁御仙帮徒 你们要小心啊 剑哥哥 我去倒杯水 你们聊吧 你还好吧 我已经不再杀人了 那我 就放弃你给我的一个权利 我记得 你曾经给过我一次阻止你杀人的权利 我想这个权利 扭不上了 剑哥哥 我已经 是有夫之妇了 温仇 其实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了 把父寻案张绍民已经来到镇上 以后 你要多跟她在一起 行走江湖 要多加小心一点 好 好 您放心吧 神经都好 好 您慢走 你是不是回来啊 两位客官住店呢 好 我们有两间上房 客官 必点只剩下一间上房了 你们看 没事 就让我们兄弟俩住一间吧 正好来个底足长谈 是啊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兄弟 两位既然是好兄弟 不妨又同住一室吧 我说你能不能坐下来待一会儿啊 从吃完饭到现在 你就这么晃过来晃过去的 你是怕吃的东西多了堵着你的肚子 还是怕我吃了你啊 其实我是在想 两大护法都是在这里出现 刚才听你说八复巡案张绍敏也来了 太子十有八九就在这附近 他们两个是父皇刚刚运封的钟勇义士 会不会是父皇派他们来找张绍敏 然后一起去找太子 不想 他们若是真的跟张兄来的话 就不会发生刚才的事了 他们一定是奉了国师之命 来暗杀太子的 我这个太子老兄一辈子没招过谁惹过谁 居然招来这么大的沙头之祸 真是命苦 所以我们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太子保护他的安全 好 嘘 嘘 走吧 时间过得真快 都二更了 哎 我真是觉得很奇怪啊 我自己的亲哥哥太子老兄还没有找到 我居然又多了两个哥哥 什么两个哥哥 哎 一见飘红和张绍敏啊 我没告诉过你吗 我已经认他们俩做我哥哥了 你说什么 你认他们俩做哥哥了 不行吗 哎 要不要 我认你做我哥哥 可你是公主 公主怎么了 我还是文臭呢 明洞江湖的文臭文大侠 告诉你 你要是敢欺负我的话 我的两个哥哥绝不会放过你 谁 乌鸦子 是你啊 原来是你们呢 走走走 进去说 我们呢 是奉了皇上之命 一路南下寻找太子的 可几天来一点消息都没有 今天中午啊 我们到了小镇 碰上了 刚被皇上封为忠勇义士的那两个家伙 我们想他们啊 一定是奉了国师的命令 来寻找太子的 若跟着他们 说不定能找到太子 谁想到 没找到太子 却找到你们两个人 可他们在吃饭前 已经被一箭飘红撵走了 他们没住这儿吗 那这么说 刚有了一点线索又断掉了 没关系 李兄 这小镇不大 如果太子殿下真的在附近的话 我们再围着其他客栈找找 说不定真的能找到 那我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冯兄 你去哪儿 我再去开一间房间 向我们出来行走江湖 最好还是避人耳目 我现在和公主的关系是奴仆关系 如果住在一起的话 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可是客栈没有其他房间了 我看不如这样 公主和倩儿同住一房 两位都是女性 又都是公子打扮 我想不应该有什么麻烦的 至于冯兄 不妨跟在下同住一房 冯兄是奴仆的打扮 我呢是一个算命的 一个算命的跟一个奴仆住一房 我想不会有什么意义 就这么定了 还不错吗 是啊 这是让驸马跟我同住一个房间 真是太委屈你了 怎么会呢 你我既是同科又是同僚 同住一张床又何足道哉呢 果然是驸马 豁大 不如我们早点休息 别忘了明天一大早 还要寻找那两个人呢 太辛苦了不好 对了 驸马你是愿意睡在里面 还是睡在外面 李兄 我睡觉之前有读书百遍的习惯 我想你还是先睡吧 难怪驸马学识渊博 是够用功的 可是你手上没有书 对了 我的书乱在房间里了 我这就去拿 不用 这么晚了也不方便 我报复里有本书 我帮你拿 拿 拿 就谢谢了 公主 早一点休息吧 你先睡吧 我睡觉之前 一定要先吃一口甘蔗 才能睡得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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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李兆婷对你到底好不好啊 啊 他对我挺好的 哦 哎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 什么 哎 我是说啊 你们两个有没有打算要一个小孩 啊 我们快要有孩子了 啊 真的 哎呀 你们真是太幸福了 公主 难道驸马他 哦 我是在想 呃 将来我们也可以来个指妇为婚 公主 你有喜了 啊 啊 不不不 我 我的意思是说 将来我们也可以来个指妇为婚 啊 不不不 我 怎么了 我怎么敢和公主指妇为婚呢 哎 我是逗你玩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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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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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这次你们干得不错 终于找到了太子的下落 下一步就是全力出击 消灭太子 誓死效忠帮主 金康龙 你代表帮主全权负责本次行动 属下遵命 快点啊 找了那么多家客栈 都没那两个东西的影子 他们会不会昨晚连夜走了呢 我也在想 他们昨晚是不会走的 你们说 会不会是贱哥哥 把他们给杀了 不会 对 我预感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太子 太子 张大哥 张大哥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驸马 太子殿下有下落了 我哥哥 他在哪儿 在不远的一个山村里 御先帮的人马上就要出发了 那我们还不快走 我只带了十几个侍卫 对方人太多了 我 我这里有兵符金牌 可以就地调营军队 这一次了 虎毒也要狮子了 看来是没指望 你这叫插翅南飞 我这叫展翅高飞 总有一天 我的母鸟肯定能飞起来的 哎哟哟 长男的了 还敢给我顶嘴啊你 我 我看你怎么飞 我看你怎么飞 我让你飞 我看你怎么飞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那你长嘴 长嘴我就原谅你 快点 快点 娶我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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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想 你根本就不爱我 我毁了这个木鸟 我毁了这个木鸟 我毁了他 我毁了他 我亲 我亲 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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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点 啊 能飞了 我多点能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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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爹 爹 爹你回来了 爹 爹 你怎么了 你不说话呀 哎 哎 爹 你怎么不说话呀 哎 哎 哎 风机令 凤凰上旨意 哎 哎 哎 这人画得真像你啊 啊 凤凰 儿子都沦为一介平民了 你还想怎么样 难道非要把儿子置于死地才行啊 爹 你看我夫君呢 你这是怎么了 哎 哎 宝啊 你这个太子妃是做不成啊 你就认病吧 我不管 我不管 都管你 都管你 你说要做太子妃吗 我不管 我就要做太子妃 太子妃 本以为捡到一块金元宝 没想到手上一堆臭狗屎 这弄不好啊 得为你对臭狗屎把命给送 我不管 咱就认命吧 啊 啊 可是你已经是他的人了 哎 啊 爹 我没有吃亏啊 我没有跟他睡过觉 我到现在还是黄黄归的啦 啊 嘿嘿嘿 啊 还是我宝有先见之明 嘿嘿嘿 不是 我不要他 是他不跟我那个 我想找他的时候 就找不着他 我不找他的时候 就在我身边睡觉呢 他不是人 他是鬼 真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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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等等我 啊 就在那里啊 太子 太子 你走吧 走吧 可是老人家 你说过的 你有鲁班秘籍 能让我的木鸟飞起来的呀 你真是一只木鸟 呆鸟 老人家 您不能言耳无信呢 滚 滚你奶奶的鲜鸭蛋 报 听爹的 别走别走 我求求你了 虽然你不喜欢我 可是我还是喜欢你 你留下来吧 我求你了 可是天下之大 已经没有我一块容身之地了 其实这里倒是一块 蛮清静的地方 可是你爹不要我了 爹已经做错一桩事了 你不能接着再错下去了 老人家 其实你也不必太在意我的话 宝儿 爹差点就误了你的终身 你可不能自己再误了自己 听爹的话就算了 老人家 我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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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去 太子 跟我们走吧 太子当然应该回宫 太子老兄 公主妹妹 你也来了 看来父皇真的是不想放过我了 我看谁不放过你 今天九日玉皇大帝来了 我也不让他们逗你一个含毛 怎么办 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能行吗 跟他们拼了 不但杀不了太子 我们可能还要吃亏 撤 走 走 走 就这么走了 真不好玩 太子老兄 你受苦了 你别跟我来 你再过来 我就 我就 救什么救啊 我不是刚才看你大义敏然救我皇兄的份上 我现在就让你吃一口甘蔗 叹骗太子 你们不是来杀我的吗 太子 我们是奉旨来保护你的 可是有通缉令的 太子 这是皇上为了救你 想出来的办法 好吧 你们知道吗 我的木鸟能扇动翅膀了 太子老兄 快跟我回宫吧 大爷上我 我给你杯洗澡 你以为你是谁 那你怎么 我是他老婆 他是我夫君 不会吧 我哥哥能娶你这样的太子妃 就是能 怎么不能 他还亲过我呢 你 你可不能不认证 你是夫妻百日恩 你可不能帮我扔下你 什么百日恩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的 没有 你这个没良心的 宝儿 宝儿 算了吧 咱们陪不上人家 宝儿乖 听爹的话 老伯 这个给你 谢谢你对太子的关照 这 到人家 还是拿着吧 这 你 起来 起来吧 属下办事不利 虽找到太子 却没有把他杀死 实属严重失职 请帮助 出发 你们虽然没有杀死太子 可是证实了本座的推测 果然是这个老东西 在跟本座玩猫腻 我看他是活到头了 好 剩下的事情你们就不要管了 小太子的事情 我来安排 你们起来吧 谢帮主 帮主 我们下一步 该做什么 在接仙台落成之前 你们抓紧练五行阵 我会让青霞抽时间出宫 属下沐青霞报道 请帮主指示 说曹操 曹操就到 你们五个已经到齐了 在接仙台落成之前 抓紧时间练五行阵 青霞 你能不能每天抽出几个时辰出宫 我现在天天不回宫 皇上也不会找我 还巴不得呢 因为皇上已经老了 我对他来说 已经是一个负担 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练得不老仙丹 难道他没有吃 吃了 吃了也没有用 越吃越没用 因为皇上确实太老了 不对啊 皇上老了 我的药没有老啊 不要说皇上吃了管用 就是太监吃了也管用啊 你跟我说 你确实保证他吃了吗 吃了 每次都是我看着他吃的 完全没有理由这样 青霞 从现在开始 你要盯住皇上的一举一动 可能五行阵 这个我自有安排 从现在开始 你一定要盯住皇上的一举一动 他必须按时吃我的不老仙丹 还有 这是阴阳断魂散 你必须让他吃下去 这东西曾经让刁蛮的天香公主 变成了一个温顺的淑女 现在我要让这个皇上 变成一个温顺的皇上 可是皇上他现在根本就不吃我给的东西 就连饮一口茶 也要喝菊飞给的 借刀杀人不是更好吗 另外 你要时刻盯着他 菊飞现在关心的是他和侯爷的那个私生子 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就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你一定要每时每刻盯着他 必要的时候 父皇 太子老兄已经安然无恙的回来了 您还犯什么仇 回来是回来了 可至今也不进宫见朕一面 这岂不是让朕更为伤心 他也是朕的亲身骨肉 父皇 您不知道 这一次您把太子吓得够呛 他是 皇上 太子殿下并不是害怕 他是 他现在还不了解您的一片苦心 假议时日 我想太子肯定会翻人醒悟的 太子现在暂时住在臣的家里 专心钻研木鸟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 臣会找时间好好劝劝太子的 张爱卿 太子已经受够了天涯沦落人的日子 从今天开始 朕不希望他再遭受颠沛流离的生活 你要调集人马 好好保护太子 请父皇放心 张大人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我也会随时去探望太子的 你们不但要好好保护太子 还要时刻开导太子 以不辜负朕的一片苦心 请皇上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美主姑娘 美主姑娘 太子就在屋里 你自己进去吧 张大人 我看我还是不进去了 麻烦您把这只鸽子 交给太子 帮我转告他一句话 就说 木鸟是不会飞的 人心是会变的 还是你自己 亲自进去交给他吧 你舍命救太子 太子也想见你呢 太子现在也不用我保护了 怎么 你的心变了 我 去吧 爱情进入了人心 就像影子紧随着身子 它既然到了你的心里 就会占有你的一切 究竟要怎么样 你才能飞起来呢 太子 美主 你来了就好了 你帮我看看我的木鸟 我的木鸟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 它就是不会飞 太子 那天你离开这儿 没出什么事吧 我没出什么事 我知道 鲁班祖师爷留下一本书 叫木工秘籍 有了那本书 我的木鸟就可以飞了 美主 你告诉我 在哪里能找到这本书呢 太子 木鸟是不会飞的 人心是会变的 你要想木鸟会飞 除非它也有一颗心 美主 连你也这么说 看来我的木鸟 是真的飞不起来了 太子 太子 这木鸟虽然不会飞 可是 这个鸽子会飞呀 鸽子 你给我带来一只鸽子 好 美主 我们让鸽子飞起来 让我的木鸟也看看 你看看 人家是鸟 你也是鸟 人家就会飞 你看好了 有刺客 顺客 他死了 都是因为你 是你把他杀了 你为了把死生命变成活的 就和我的把活生命变成死的了 我杀死了他 可我的木鸟并没有活 鸟的鞋是热的 你的鞋是冷的 你是冷血动物 他生气了 为什么呀 爹 盈儿 太子回来了 皇上已经不生他的气了 把他安排在八府宣案府里 派了许多的侍卫保护着他 盈儿 我跟你说过 不要再管这些事情了 回去跟你母亲说 不用再等我了 趁早离开京城回老家去 京城是个是非之地 不 我绝不回老家去 皇上既然能够放过太子 也一定能够收回见接鞋台的成命 趁接鞋台破土不久 趁走皇帝还来得及 盈儿 你不能再去找他了 上次皇上已经放过你一次了 这次你要是再惹闹了皇上 他绝对不会再放了你的 皇上不会这么糊涂的 上次也许是我的方法不好 惹他生气了 这次我换另一种方法 对他小之一礼 动之以情 劝他收回成命 明天我就见皇上去 盈儿 你不能去啊 父亲大人 你该先醒 盈儿 我回这儿 盈儿 你回来 你不能去啊盈儿 你不能去啊 盈儿 你不能去啊 盈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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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妃今天来得这么早 木鬼人也来了 臣妾想跟菊妃娘娘 学习七茶的记忆 好多一个人伺候皇上 学得怎么样 臣妾愚昧 没有学会 朕早就跟你说过 这世界上除了菊妃气的茶 朕是不会和别人气的茶了 太子已经回来了 现在就住在八府巡案张绍民家里 皇上派出比宫内还多的侍卫保护着他 他住的地方连一只鸟都飞不进去 我想这些你都知道了吧 太子不死 你就得死 你知道现在谁能救你吗 谁 小皇子 你知道皇上为什么明修战道暗渡陈仓吗 又为什么不立小皇子为太子呢 因为皇上知道 小皇子是你爹和菊妃的私生子 他早就知道你爹和菊妃娘娘的私情 他为什么不废掉菊妃 除掉小皇子 他害怕 他怕自己留下暴君的名声 而且他也找不出废掉菊妃 除掉小皇子的理由 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你看准时机把小皇子除掉 等到太子登基之日 你就跟他说 当初要杀害他 是受了菊妃娘娘的蒙地 现在你觉醒了 你为了保护太子 你才大义灭亲 杀了同父异母的兄弟 到那时候 心上任的皇上 能不嘉奖你